而元宵节虎年灯饰瑞瑟香清联寺不让大家专美于钱 除了有在地青年制作大型虎头灯笼 以及猛虎战虎坐镇 诸位陈辽安也发送虎头灯饰给前来参观的幼童 小朋友们开心立刻带上和清联寺的两座猛虎比赛卖萌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谁比较kawai 今天是元宵节是风大地圣诞 瑞瑟香清联寺特别举办了烟机比赛 第一名得主所饲养的烟机超过了十斤多 令人钦佩 管委会也特别颁赠奖金鼓励 就是乡清联寺维地方信仰中心 今年疫情考量元宵节庆活动规模缩小 但是动静态的节庆活动样样精彩丰富 因为今年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元宵节祝寿晚会就取消了 但是其他的庆典活动 当然在过年期间我们也有为民众 举办起舞的活动 有点灯 有自煞等等 我们青年是希望 今年苦年大家都能够过得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 此外元宵节的灯饰也不让大家专美于钱 今年结合在地青年共一家打造两座猛虎 一个是巨大老虎头造型的灯笼高挂在广场上 另一个就是表情逗趣可爱的老虎为寺庙佛祖葬 两只猛虎造型 两只猛虎造型可爱俏皮 相当受到大人小孩的喜爱 青年是有制作两只大的艺术笼 我们的创作 创作笼另外一只大的灯笼 直径是3.5公尺 这个大的灯笼 可以说是我们中南区里面最大的灯笼 然后我们在万年台那里 也有布置虎年的这个象征 象征着喜气洋洋 大家福气满满 虎年新春清元宵 日式香气联市年节气氛浓厚 临近的瑞美国小富佑也来到现场 感受台湾传统民俗节庆 主委陈六安也一意发送小老虎灯饰 以及虎头灯 小朋友开心的立刻戴上 和青年室的这两座猛虎比赛卖萌 并且也祝福大家虎年虎虎身风行大运 现场起风热烈 记者十一欲览 瑞瑟采访报道